小桥流水人家就在你的后院啊 随时早上起来看到的景观就是这样 完全就是住在cottage里的感觉 说起多伦多北部的黑马城市 你会想到哪里 Markham 列治文山 Stollview Aurora都不是 今天你一定要知道的是East Greenbury 东桂林 嘿大家好 我是Annie专注多伦多北部的地产经济 今天带大家看的这一套独特物业就位于东桂林 我身后的这套物业是四个卧房 两个套房 地上面积3700尺走出式的地下室 如果你对这个物业感兴趣 一定第一时间联系我 同时记得看到视频最后哦 我会把告诉你如何选房的方法论全部给到你 好那我们在真正看房之前呢 先给大家看一下East Greenbury这个城市它整体的一个布局和规划 所以我们说先有战略再有战术 那这个地图就整个约克地区的这个地图它包括这些城市啊 马尔卡 瑞士曼 Hill 旺是大家比较熟知的 这一条就是404高速整个多伦多由南向北发展的一个主干线 大家能看出来沿着404高速它的左侧通常都是开发的比较早 现在也是很多成熟的社区都是在这一侧 所以在Yang和404中间整个这个夹藤哈 这个corridor大家能看到有Richmond Hill Aurora New Market 我的所在地哈 然后还有北边的East Greenbury 那东桂林这个社区你能看到它的面积实际上是有4个到5个New Market这么大 它整个的绿化面积非常大 里面有这个绿带的保护区 那East Greenbury它现在的几个pockets好其实不是很多 包括Sharon,Holland Landing, Queenswell,Rural East Greenbury,还有这个Mount Elber 这个有点是非常独立的 好在404的东边 那现在呢就是比较受欢迎相对成熟的社区 就是这个Sharon这个社区 这里的房子呢是有老有旧一个Mix Leslie以东这一侧 Leslie和404之间这里有很多的大的lock 像100尺宽的 甚至是一个acre,half an acre这种房子 四五千尺这里面有很多 那么在Leslie和Bayview中间呢 这一块有很多subdivision开发的 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房子就是位于这个社区 Sharon这个社区呢我比较喜欢它 因为它离New Market很近 New Market的很多设施啊或者是购物等等哈 实际上Sharon社区就是一个开车也就是一两分钟的事情 那像整个Bayview沿线 Bayview沿线像各种设施也是非常齐全 那像这个Costco就是在这个Davis和Yang Costco, Walmart, Home Depot, Winners等的 还有Upper Canada Mall 这些都是沿着Yang 那么Sharon开过来也就是几分钟的路程 所以这个社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今天要看的房子就是在Sharon里面 一进门呢这个物业感觉非常的宽敞 左手边就是一个小小的会客厅 整个的主层的层高是九尺层高 全部都是Smooth Ceiling 然后有大量的Police和射灯 最整体的感觉简洁明亮 这一侧呢是它的洗手间 还有一个衣橱 客人进来了可以把衣服安排在这边 然后走过来右手边这里呢 就是它的一个餐厅的区域 一个Official Dining 也是很多的Police 然后另外一侧是通向厨房 那这个空间很有意思 这个空间整个左侧是楼梯上的二楼 那夜眉还是做了一个整个的调空区域 而且这个朝向是朝南的方向 所以整个房间里今天刚刚是有一点点阴天 所以正常的话这个房间的采光会非常的明亮 几乎是你房间里不开灯 我相信都是足够用 我们特别注重的就是采光好采光好 这个房子就全部为你实现了 然后继续走过来呢 就是我们的家庭房 家庭房 必备的火炉 整个靠窗看的后院 还有这个房子特别与众不同的地方 这个真的是一个难得的一个景观 后院完全没有邻居 小桥流水人家说的就是我们这里 家庭房正对着这一侧 就是它的厨房 那厨房它很大的亮点 大家能看到就是有一个Oversize的导台 一个超大的导台 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 因为导台在现在的家居生活中 我觉得是非常的好用 这一侧你可以放上一排的巴仪 也非常的有感觉 一家人坐在这边吃早餐 然后妈妈可以在这边洗洗涮涮涮 仍然和你有对话 整个这一侧有双开门的冰箱 炉灶还有一排的caventry 所以它的存储空间还蛮大的 那如果你需要工作的空间 很多人会在这一侧 这一排空挡的位置 再做出一排的柜子来用 还有一个特点 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 这个房子的早餐区 正常我们这个区域呢 叫breakfast area 就是早餐区 可是它的这个早餐区 就是完全可以完胜 是一个official的餐厅区 这个也是现在人生活的 一个很大的改变 就是如果早餐区够大 那么它就把official的dining的区域 就换到这里 那另外的一个就餐区呢 就可以做成其他的用途 比如说我们家里真正的dining 实际上就做成了孩子们的plagraph 那这个早餐区非常的宽敞 它现在摆的是一个六人座椅 这里放一个十几人的一个长桌 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后面背对的 就是这个特别难得的这个景观 有森林 有小河 然后有一片绿地 走到二楼 就是我们的卧房空间 它这里卧房一共是四个卧房 主卧房一侧 另外三个卧房在另外一侧 所以我们先从这个客卧开始看 我们说到这个房子有两个套房 所以这就是除了主卧房以外的第二个套房 这一侧是它配备齐全的一个洗手间 而且带有一个明窗 然后这一侧是它的一个walk in the closet 整个这个卧房可以讲说 堪称这个比美主卧房 面积非常大 而且这一侧有一个挑高的棚 在这个地方放一个小书桌 或者小沙发做一个阅读角 哎呦真的太完美了 所以它这个格局的划分呢 我觉得非常好 而且没有任何浪费的空间 刚才我们看过的是一个次卧 然后接下来这两个房间 和用一个洗手间 Jack and Jill的style 所以空间的划分非常合理 这就是其中的第三个房间 第三个房间 面积也非常的大 这是第四个房间 也有一个很大的住室式的衣橱 我觉得这个房间 这个房子整个最大的亮点 就是每一个房间的衣橱都特别好用 最后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房子的主卧房 这个主卧房有一个最大的亮点 我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房子了 大家一起看一下 一进门的时候左右两边各一个超大的 步入室衣橱 然后再往里面走 还有一个步入室的衣橱 所以这个主卧房里面 一个有三个大的存储空间 如果你这个女主人有超多的鞋子和包包 哇这个空间足够你用 可以放得下 整个主卧的设计也很独特 它有这个tray ceiling 然后pop lines 后院的景观 这个是尽收眼底 首先呢 男女主人各站 一个洗手台 中间一个大大的soccer tub 景观也在这里 另外一侧 它的toilet单独和浴室分开 浴室也是一个超大的浴室空间 它整个地下室呢 现在是一个完全没有finish的状态 但我想给大家看的是 首先这地下室是一个走出式的地下室 这扇门呢 是从建商在建的时候啊 就把这个做好了 然后它整个走出式 这个朝后院 是一个朝西的方向 这种步入走出式的地下室 对于现在人如果要居家工作啦 居家健身啦 还有这种multi generation living啊 我觉得这种空间就非常的好用 这样楼上楼下加到一起 几乎是有四千多尺的面积 现在成片开发的subdivision的社区特别多 整个一片同类型的物业copy paste能看到很多种 如果你要买这样的物业一定记住三个字 叫做差异化 这个物业back on the ravine 这个物业没有人行道 可以extra long的dryway来停车 这个物业有walk out的basement 总之一定要找到它与众不同的那个点 你现在可能多付个五万十万 未来你在卖的时候 因为找不到你的同类型物业 买家可能愿意多付二十万三十万甚至更多